- 林家謙原秀好不捨得還流眼淚 自爆覺得沮喪曾經想取消演唱會 林家謙失場紅館演唱會昨晚原秀 家謙在Encore環節還說來到最後一晚 就好像小時候面對暑假完結一樣大感不捨 他最初都只是緊煙 後來還邊講邊流眼淚 粉絲在台下面支持大叫家謙不要哭 我們好多謝你 家謙就表示今次開場很不容易 台上有很多因素發生 每日都需要拆彈 最大的關口就是自己 因為他覺得自己唱歌不是太好 從來都沒想過要開場 意外地一入址就批 當見到Rundown和練歌的時候 都覺得好沮喪 因為他擔心不夠歌和不夠動力去唱 有幾次真的很想取消這個show 幸好得到陳奕迅 林夕和黃偉文的鼓勵和幫忙 MIRROR演唱會意外 李啟然阿摩仍然留意著 不過阿摩的爸爸李姓林牧師 日前就發出代討訊表示 兒子的情況稍有改善 還比預期進步得多 而早前曾經放負表示好無助的女朋友 Color成員騷情 隨著阿摩的康復逐漸有進展之後 似乎心情亦都有好轉 今天他就在社交網轉發了兩張插圖 寫著 不要忘記到目前為止 你只是讀著部分的故事 你還未知道結局會是怎樣 而另一張就寫著 我來回彎曲 所以我不會斷 暗示不會輕易放棄 而MIRROR成員扭應亭阿摩 今天凌晨就在IG直播 不過全程未有露面 只是有一盞小燈 他翻唱了圍蘭的呼吸之間 他還留言 Take a deep breath 只是憑歌寄議 說下最近的心情 有了 什麼事 什麼事